明明只是一个插画,何必引起全民的愤怒 最近关于教科书插画一事,网络上的热议是层出不穷 如果不是这件事爆出来,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这样一个打着宣传学习西方文化幌子的高级知识分子 竟然在十年的时间里,荼毒上千万祖国的花朵 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每次教科书一发下来 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书中的插画,一页一页地翻看 之后再把书籍拿回家,让爸爸妈妈给我们包上精美的书皮 在我们的童年中,插画决定了对这篇文章的喜爱程度 《少年润土》中那个月光下的少年,是我们提起这篇文章的第一印象 《狼牙山舞壮士》中的五位壮士,是我们童年记忆中最厉害的人 《桂花语》中那个摇桂花树的小女孩,不知道是多少人的童年 事实证明,教科书的插画绝不仅仅是一幅画那么简单 她是孩子在初学知识时对美学的培养,也是对知识的渴望 更重要的是,她是对精神的滋养 可就是这么重要的一环,我们的教育却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很难相信 这些画面竟然是小学课本上的内容 人教版数学教材插画,人物画面看起来不仅仅不正常 甚至还有点诡异 插画人物基本上共用一张脸,不管是男女老少基本都一样 不仅如此,面部特征也跟正常人相差甚远 眼距宽,踏鼻梁,眼神斜视,发极限过高 明明都是一些朝气蓬勃的孩子,但是看起来确实痛苦的模样 仔细一看,甚至还有点眼熟 原来这些人教版插画的人物特征酷似唐氏综合症 两眼距离较宽,且目光无神 如果说这是画画者的失误 那么后面的内容才更是让人细思极恐 小女孩腿上的纹身,形似秃女郎的装扮 以及故意凸显出来的生殖器官 如果这些仅仅是为了普及性教育 那大可以光明正大地说 如此灰暗不明地表示,难道不是丑化吗 除此之外,在人教版的插画中 还出现了一个男孩从背后抱住女孩胸部 旁边的小男孩掀起裙子,女孩面露蓝色 还有一个跳绳的插画 不知道为什么插画师一定要把女孩的内裤画出来 而不远处老师胸部的凸点也被特意凸显 这些元素背后的目的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男孩的衣服上也开始出现了美国星条旗的设计元素 飞行员乘坐了飞机,编号居然是日本飞行中队的飞机 就连五星红旗都出现了明显的错误 四小科五角星明明应该是在旁边 位置却错到了下方 不仅仅是插画,有的网友还发现 我们曾经小学课本里的刘忽兰,狼牙山武壮士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些经典的课文统统被删减了 甚至连鲁迅的文章也删减了许多 反而换成了大量的西方文学 甚至还会在文章中故意美化美国人 说他们环保,会给树木安排一个道歉日 看到这篇文章,我真的想说 美国人这么爱环保,也没见他们在坐椅子的时候 提前给他们磕一个呀 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贬低美国的文化 只是如果用讲述民族历史的文章去换取歌颂西方 这样的行为真的好吗 甚至连给小朋友的绘本都充满了色情的元素 在这本名为《流汗辣》的绘本里 关于擦汗的诠释 竟然是两个小男孩抱着一位女孩的手臂 一边流着口水,一边舔着女孩的胳膊 旁边的旁白是 姐姐,你好漂亮,你的汗是什么味道的 这不是一本随随便便的小道杂志 而是唯一能走出国门的一本著名幼儿读物 而网友发来的绘本里面 更是出现了一个满脸胡渣的猥琐大叔 一脸沉醉的亲吻男孩的隐私不韦 这难道不是犯罪了吗 就连我们小时候最熟悉的 扁鹊治病故事的插图里 也出现了女方穿着暴露 男女双方神色挑逗暧昧画面 如果不说谁能相信这些绘本竟然是给三到六岁的孩子阅读的呢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还要从一个叫做吴勇的人说起 这个人是人教版的插画主要负责人 教材上显示的插画是由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提供的 然而在经过媒体检索发现 中国裁判文书上并没有找到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这一实际单位 根本没有相关的营业执照 面对网友们的质疑 当天人教社发布了关于人民教育出版社 小学教学教材插画的说明 成会虚心采纳建议 并对教学封面和插图进行修改 全面提高设计质量 事情发生之后不少社会上的人士发生 比如某红姓大佬公开想建有审美来代替丑陋 而童话大王郑渊杰不仅仅公开表示插画有问题 更是爆料人教板教材某主编不知羞耻夹带私货 将自己的文章塞进语文课本中 吃相太难看 但是发文至今 吴勇本人及吴勇工作室却始终都没有回应 吴勇到底何许人也 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依旧可以默不作声 原来吴勇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吕敬仁就是吴勇的老师 吕敬仁可能有些人不太认识 他是装潢封面设计界的态度级人物 曾经被评为亚洲著名的十大设计师之一 吕敬仁分别诗从贺有职和山普康平 在日本学习多年 而吕敬正是参与教材编写的成员之一 而另一个人物郑文娟也同样如此 不仅仅是出版社的人员 还是吴勇工作室的人员 这样顺下来 其实他们几个就是一个班子 有人负责开公司 有人负责做艺术顾问 有人负责编辑和过审 就是这样一个连营业执照都没有的公司 居然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拿到了很多跨国订单 而且本人还成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顾问 而前几天 网络上也爆出了吕敬仁先生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的言论 审美文化是从哪儿开始的 是从小孩教材开始的 但是我也看到了 我们现在的教材 它的审美就相对欠缺一些 我们今天的教材是充斥了各种色彩 充斥了各种不必要的元素 任何上面都夹着小蜜蜂 小铅笔 小花朵 那我们还这么不懂什么叫优雅 什么叫空白 什么叫以记白当黑 所以我就很有想 就是希望我也能够参与到教材的设计途中去 这个想法最终得到了任教社的支持 从2012年开始 吕敬仁便负责小学1357教材的制作 最后吕敬仁语出惊人的表示 我相信通过10年20年30年 我们把孩子们的审美教育 看得很重的时候 那我们尽心尽力的这一份心思 我们就实现 如今想想这句话真的是细思极恐 而同样作为吕敬仁的弟子的吴勇 更是在一个报道中承认自己创作的东西 涉嫌擦边 毕业有个把我分配到的是政治思想教育变基石 我可能比方说做政治思想的东西 被他们经常做成做擦边球的东西 他会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是蛮有理想的 面对这样的一个这么困难的事情 你还可以去把它完成的就还挺有新意 然后又不说违反 又不能违反出版 还是可以说的 看吴勇的采访除了愤怒之外 更多是一份寒心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因为高级知识人才的紧缺 我们国家甚至愿意从别的地方抽调干部 去支援教材的编撰 只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书本 而现如今 这些把握青少年精神实量的人 却将教材变成这个样子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学生和孩子都始终需要一个解释